那麼同樣入圍男主角的 還包括了克里斯汀貝爾 還有齊維托的埃及佛 這兩個你怎麼看 一個是德 一個是一線大咖 另外是剛剛拿下了英國奧斯卡獎 對 其實克里斯汀貝爾跟 我剛剛說馬修曼可以看到 其實他們有一點類似的 一個是激獸 另外一個是正肥 對 而且又禿頭 就等於說整個造型把它大改造 從原來一個大帥哥 變成是一個中年的歐吉桑那種樣子 而且克里斯汀貝爾本來是蝙蝠俠 但在這個電影裡面 滿天大部局裡面 他演的是一個70年代的一個 應該算是騙子 一個很專業的騙子 所以FBI才會找上他 希望透過他的關係 去調查一些事情的真相 對 剛剛你說的另外一個是 齊維托埃及佛 對 他在自由之心裡面 他演的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這個 他本來是一個自由人 後來變成黑奴 所以他這個角色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層面 譬如說原先在自由人的時候 他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氣質非常好 而且他是一個小聽行的一個專家 對 他會表演 他有這個樂器方面的專長 可是他淪為黑奴之後 他一直企圖想要翻身 但是他又心裡頭的苦 或者說他所受到的虐待 是沒有辦法告訴別人的 所以他有很多內心的掙扎 而且甚至於說他為了讓自己 被虐待的這個戲能夠表演得更真實 他會要求說你就真的打 對 在戲裡面有那種皮開肉 這樣讓人家看得覺得非常殘忍 這是真的狀況 對 當然不是說真的把它打成這樣的 對 但是他會要求說 你就真的來 對 我要用我的肉體的極限去說服觀眾 對 我們剛才提到了五個當中的四個 另外一個就剩下的是 內布拉斯加的男主角 這位演員了 這位演員你怎麼看 布斯登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演員 但只是說他一直在 他這次算是第二次提名奧斯卡 可是他已經77歲了 對 在他的這麼漫長的表演生涯當中 終於因為這部電影又被人家看見了 那之前他其實在去年的坎神影展 他已經拿下了影帝 在戲裡面他是演一個 有一點像 一個有點頑固 有點執著的爸爸 對 你會覺得他好像得了失智症 但又好像沒有 然後藉由他覺得說 他以為他得了一個大獎 對 就一直希望想去把這個錢拿回來 他想要改善他的家庭的生活 那所有他身邊的家人都反對 最後逼著他的兒子 只好陪著這個老爸爸一起走上這個領獎之路 對 領獎之路 對 有點好玩 有點心酸 又探討家庭的關係 那這五人當中 除了剛才我們提到的最熱門的兩個 就是馬修麥康納還有李奧納多 還有兩個大咖跟這位爺爺之外 這五個人你覺得真的是誰 這是你的屬意 或是說最有機會得獎的會是誰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講說會得獎 就以一般人來說 最可能得獎的我覺得還是 剛剛提到的馬修麥康納 他的勝出的機率最高 對